前腿攻后腿蹬 右手在前左手在后 这是著名评书艺术家 善田方老师播送的 长篇评书《童林传》 主角童林 席的一身八卦颜丝柳叶罗生长 这是一种以围绕着 大树转圈为基础的功法 连城之后身法快入闪电 围力惊人 在小说中 江湖中人为主人公 和好带话 正八方紫面空轮侠 为阵无名 八卦是古代人民 总结出来的朴素辩证法 它有八个基本图形 钱 坤 更 对 坎 离 镇 迅 和阴阳鱼组成 这八个符号分布在四正四于八方 阴阳鱼 居于中央 这种神秘的长法 可以八卦来命名 这种功夫在现实当中有没有呢 我们通过查找资料发现 该故事是以清朝咸丰年间一代宗师东海川为原型创作而成的 相传当时的文人默克想把东海川的诗迹写成张辉提演绎 由于东海川已经去世 就有他的大弟子尹福召集众门人商议 最后提出两点要求 其一不许写众人的真实姓名 其二不许写真实的历史年代 这就是后来雍正建侠图的来历 中所周知 东海川是公认的八卦掌创始人 当年和太极宗师杨露禅 在京城比武不分高下 一时被传为佳话 八卦掌与太极拳 行一拳统称内加拳 近年有一本介绍行一拳的济世文学 试剧的武林 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关注 让人们对清末民国初的武林浮像连篇 在科技文明发展的今天 太极拳运动得到了良好的普及 邓小平更是提词太极拳好 进一步推动了太极拳运动 近几年 各种影视作品中太极拳平凡亮相 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中 太极拳也成了必不可少的项目 然而与其并称的八卦掌却显为人质 其实在早期的一部电影《武林志》中 就是描写八卦掌的 这部影片集结了当时全国的武术精英 主人公东方旭系列八卦掌多年 欲来中国挑战的俄国大历史比武最终获得了胜利 近年来上映的电影《八卦宗史》一是描写八卦掌宗史董海川的故事 那么现实当中系列八卦掌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怀着疑问 找到了八卦掌研究会现任会长高纪武先生 高纪武生于1942年北京人 出生于武术世家 祖父高文成系八卦掌第二代传人尹福和刘德文的得意弟子 父亲高子宁是当代著名的八卦掌权室 门人祝国 是当代八卦掌权术的主要传人之一 高纪武七岁 随父亲习武 至今已有六十余年 深德家传八卦掌之精髓 多年来从事民间武术奖学活动 行医八卦太极 这几种都属于咱们传统武术的内加权 所谓他的内加权那就是外有行内有义 像我们练习八卦掌的时候 要讲究这个 一行的兼修 所以八卦掌的这个创始人是东海川先生 这个八卦掌的这个优秀权中 主要是东海川为创始人 东海川是温南县朱家屋村人 他创本的八卦掌 据实料记载 东海川是河北温安县朱家屋村人 生于公园 1797年 秦家庆二年 祖于公园 1882年 秦光学八年 享年85岁 他对中国这个传统武术 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我们说说他做贡献 就是他流传了一个 这一种重要的一个权种 所以这个权种流传至今 以两百多年 这两百年的历史 在这个传承的八卦掌 以北京这个地区为主 所以他传的时候是在北京 东街而景 静街而动 东者为阳 静者为阴 阳遍阴河 而生出五行 所说八卦 包天地日月 风云之料 藏鬼神阴阳 变幻之际 是山观天文 下塔地地 终变人物 而五行相胜 阴阳合合 变正而来 八卦掌 在洗练过程当中 要求顺下体点 松肩沉轴 持腹退胸 屈腿走出一步 走圈 是八卦掌的一个 不一样货色 后人 练习八卦掌 他因为他转圈 形成一个圆周 他走这个 就是很多的练法的时候 都常常的以树 为一个标准 人生八卦掌 就是转圈 说咱们从 什么 庸中建峡图 从林 从古师 他叫转大树 其实八卦掌 为什么要转树 这项拿清楚 要说清楚 表达清楚 转树不是为了转 而走出本身 那种拧转 滚果的力量 搭手就要转身 咱们八卦掌浦说的 搭手转身是空手 机会下桥 是江湖 树 为有形 不转树 为无形 就是有形 与无形之间 它主要就是说能够在这方面 就是说你跟着这个树 功夫久了 你跟它也结合起来了 就是说树在长 功夫也在长 它要求的是这个 所以说转树 基本上就是取的就是这个 植物与人同时长 无形 无形就是说一般都是 你肯定能找着树吗 没有树你就不练了吗 所以这叫无形 还标准什么 就树当成一个 八卦掌将攻防招数 融于严权走转的锻炼中 对敌时 要用不停的走转 与对手周旋 历时就须 力正大邪 邪灭正大 将就 以动至不动 以快动至慢动 八卦掌就是以 掌法变化 和行步走转为主的一种拳手 所以他走的时候 要转圈 这件事 也有职场 比如八卦掌64手 他是刘德宽传下来的 刘德宽先生 传下的 他因为他在军中 去教练这个士兵的 你要是光都转圈 集体练 几百人 练习转圈 那没法练 所以他研究了一种 根据八卦掌的特点 八卦掌的技机 八卦掌的技法 创作了一种 八卦掌64手 他就以这个 直来直去的练 所以在这个流传的现在 也是一百多年 当年 东海川在北京 传授八卦掌 有几大德义弟子 后来 他们在各自的体悟上面 发展形成了 现在较为普及的 尹 刘 成 梵 梁等分子 为了进一步探索 八卦掌这一拳种 在高会掌的推荐下 我们将要拜访 尹氏八卦掌传承人 詹畅庆 尹福生于1840年 足于1909年 自得安 好受昂 河北张淮村人 清末武术家 曾经担任过 光绪的全术老师 尹福年少时 因极爱武术 从小就学习弹腿 罗汉拳等 研究了良好的武术工地 东海川来到北京后 其八卦掌学籍 回振进度 尹福目明白在 东海川门下 开始学习八卦掌 经过数年的苦言 尹福武功出众 成为东海川的 得意大弟子 因其身材教授 面貌清秀 似文弱树生 故人称兽隐 我所学的 尹是八卦掌的手型 我们这个手型 一出手 单换掌 最典型的 尹福尹老前辈 传下了铁镯子的手型 平时在转圈当中 单换掌当中 一直就是坚持这个 当对方对你 进行攻击的时候 你不光是用它去拦 去挡 去抓 还有群众 还要去拿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认为这个两个 是连接的 这个铁镯子 就是大手 第一个 这个手指头 一定要记住了 必须加入它这个位置 然后拿自己的脑袋 往自己的 这个脚尖上走 走 这个如果快了 实际上这个洞口 拿着 这个洞口 你现在就翻了 这人躺下就翻进来 但是我如果 我还是拿着慢了 你用实指往上一指 我马上就出去 你看走 拿慢了 嗯 再推我一下 嗯 不对 进步 不用去 我往这拿 是吧 你就斜着往上一指 这手啪一掌就出去 这个 这个就出了 就这个 对 狮子张口 再来一下 你看 一打过来 啪 这一拿走 走 推我走 哎 狮子张口 对 如果要是没有那个劲 我还能往下拿 因为我的力 是在往下走 再往下走 同时 你呢 只能要是往上翻 那就还有一个较劲的过过程 现在把这鞋劲打出来了 嗯 鞋劲打出来了 我往上一推 由这往上一带我 走 你看这一下 这就出来了 徐晓东先生 是尹氏八卦掌 名家唐战生的弟子 多年来 徐先生 最新八卦掌 尤其擅长积极 有五吃之称 尹派掌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手法上讲 叫牛舌掌 什么叫牛舌呀 叫出手如牛舌 就是 他一手出来 这掌形 他叫 食指 就拇指 点劳功 一手避三关 他怎么避三关呢 第一关 点劳功 避着劳功了 第二关 河骨穴 给避上了 第三关 这就是 叫内关了嘛 卖门嘛 就给避上了 一手避三关 这掌形好什么 就是穿 驴穿一手 就出来 穿掌 你说你这么穿也行 但是 必定是有一些 不方便的地方 这过来 他一穿就出来 所以 咱们八卦掌 也叫八卦川掌 当年就有本书 老秦 那本书叫什么 叫八卦川掌正宗 以川为主 叫川班杰恩兰 川是第一步的 川为引手 川为打手 1900年 八国联军的入侵 火器大量的使用 使中国武术 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大力推广 全民健身 武术也一度繁荣起来 时至今日 武术渐渐地变成 以表演为主的健身运动 而渐渐失去了 它的积极性 在雍正剑虾图当中 那唯正武林的长法 难道就此消失了吗 现在的八卦掌 能与当今 国际术抗衡吗 八卦掌 作为那家拳法制宜 自古以来 大到上阵沙底 小到行走江湖 其积极技法 是不言而喻的 八卦掌 不管八卦掌 什么拳 他都有 进攻和防守的这种 主要的特点 像我这 你像我进攻的时候 你看 什么啊 你看 你看这 啊 为什么要是 咔 找到厚子里了 那行 防守的还一个东西是吧 以村长回处 你过来 你过来手 你看 我是 摇身穿 从里头穿 还有这 还有这手 你看 这是肘肌 下 上 啊 脑后摘亏 古代的时候 全都带一个亏 你知道吧 发现都俩人搭上了 我这个手 必须是要往后 如果我要是往这么走 你能压住我 你看 就较劲 哎 我就没有了 我现在这个手 应该是往后走 一下调解了 起不来了 这个手 是往下走 脑后一摘亏上路走 是吧 这是一个 再说一个 这个什么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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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天画地 指天画地 实际上就是 以 一个动物 看好了 它把它抓上以后 哎 这手抓上以后 它这手吃劲 这手往是这么走 往下一压 它的劲儿肯定是往上走 哎 你这边 这边往上调 调 哎 哎 实际上这个要使缘了 是两个使法哈 走 这我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跟着又是采用那个 闭门推月的劲儿走 哎 是吧 这就是 八卦掌里边在这个 这个这个 俩人禁忌雷 接手中的 一种的英勇方式 哎 这个 站住 也是 架还是斜架 别这么横着架 这么斜架 你看你出来 斜架是破对方的力 咱们的走圈 不就这么走的吗 然后怕 你这把手压过来 它 就拿了 就点它了 把手压 一走 然后咱们这杆 关键 别看短 长冰短用 再一 火把 篡马 说长就成了 你看 两手都是 走是一马 一干 一干 一走一挑 就出来了 你看这走 你看这点哪都行 喂碗锯 啪就可以点上 啪就翻住这个抽 为什么 有非要是阴把呢 你走走的劲 就可以打出来 你看走这身把的劲 你看 你要杨把 就费点劲了 打华长 跟那个 现在搏击树 两个怎么说呢 要是 现在来说 对抗 恐怕 对 现在搏击树 恐怕有点困难 打一把怎么说呢 现在搏击树呢 讲打点 整个断手 可是咱们传统武术 整个接手 你接上手 你什么都好使 接不上手 你什么都白搭 讲接手就有对练 接手有对练 打手有对练 都有对练 如果你一个人练套 没有用 练功夫 怎么说呢 没有接手东西 你也不能用 你一没有接手东西 接不上这手 你扔 抱全架 跟人家打点 那你跟人家练 人家二三十年 或十几年 就练的这个东西 你把自己的打法丢了 你怎么跟上 所以 如果传统武术出入淡 把自己的特点 拿出来 怎么 咱们去接上手 把八卦掌 练接手的东西 给练出来了 套路 怎么说呢 老前面那句话叫 全甲功夫真 全他这起 是什么 假的 功夫才是真的 一粒相吃分 你练筋骨子粒 练的什么 练体拙 练什么 练你的功力 有了功力 再练拳 才是真的 你没有功力 比我全是什么 空的 还这么说 全甲功夫真 一粒相吃分 你练我也练 咱们讲 就说有时候 不是耗领斗狠 你练武术的 得有点血性 像绵羊是 你练的干嘛 得有点血性 那句话说的 自古英雄 有血性 在北京城市八卦掌 作为重要的分支之一 席恋者众多 他是由成廷华所流传下来的 成廷华生于1849年 足于1900年 河北省深县人 八卦掌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成廷华身长力大 自有席恋摔跤 因敬武董海川的武器 武德 而败在董海川名下 学习八卦掌 一成之后 广结武林朋友 切磋记忆 形成自己 独具特色的掌法 在北京长新殿 住着一位 神居间出的老人 他就是 城市八卦掌 第五代传人 白玉才老先生 白老得自八卦掌赢家 王文奎先生传授 系列城市八卦掌 五十余载 写近七十多岁 仍练功不错 精神绝说 白玉才先生 是目前八卦掌界 工人的寂寂大甲 公立派代表人物 他智学严谨 对记忆精神 精益囚警 与世无证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 中国传统武术家的古风 每天清晨 白老都要按照传统 给各位祖师爷上香 这是祖辈传下来 练习武术 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这不仅是心灵上的修炼 也是练功前的准备活动 白老先生说 八卦四肢共八节 练到在躯干上挂着的感觉 那是怎样的一种松态 一上圈就是一两个小时 走起来心旷神怡 把自己都走没了 挂了 找到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练功已经变成了一种享受 他先要求你弃定神仙 站在这 让你吸呼 就是吸气 呼吸 留存 让你很自然的 上圈了 上圈了 先走什么呀 先走开合探 在这 上圈 合 由这让你上圈 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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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圈走 就这 这 走过来 你看吧 就这一起势 你这个 这么一地手 你看没 这粘话呢 这整个 走 这 这哪都不用力 随着就给拉过来了 就说这是拔挂的一个根 全是凭这个腰来走的 过来 过来 这是 来 头一个 这东方的 来走 第二个你看到没有 他这有一个木屠侠 到这 哎 他要求你什么呢 你这儿不能将着 为什么叫拔挂的 你这是挂着这儿呢 打人不能用力 说我这儿撞一下 我自己伤了 知道 就说你看到这儿 拔的一撞 你往后跑 拔挂出手不见手 这儿撞上了 你看那手有点 撞 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端话呢 这完了以后 他又出来了 就说我 已经 一 已经走了 基本上这人就 到这程度了 是吧 你看 到这儿 我给你成立 到这儿 你带我和他 没了 已经没了 已经失了 所以说都是很简单 必须要把这功底练放了 要明挂的这个意思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挂 这儿一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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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给别人添力 知道吧 在撞的时候 你看这儿也是挂着呢 这儿是挂着呢 我不能使劲 我不能说 我拿这个撞你 是我这儿去干 知道吧 出手不见手 嘿 出去了 那就练着吧 那不是练着 那各用各式 是不是啊 你在你这个单换囊的时候 你要说换囊 就不是设计了 是不是啊 说换囊他也领手 他也领手 这一领手 这一领手 一走 你看他又这儿走了 这儿 一号转天 昏手 他都不一样 在各式的展法 他不一样 所以说 呃 必须啊 自己 各处都特别灵活了 不要给别人添力量 从白玉彩老先生处 我们了解到 城市八卦掌 又称为南城八卦掌 其中 北京天坛 是南城八卦掌的 主要练习场地 天坛 古树林里 空气清新 在解放前 就有很多人 在此习练八卦掌 至今 习练八卦掌的人 依然在这里 继承先辈的传统 观新师傅 是八卦掌 第六代传人 在天坛 义武教授八卦掌 已经十几个韩数 长期以来 观师傅 致力于八卦掌教学和传播 在工作之余 整理了许多八卦掌 珍贵资料 观师傅常说 先辈们 流团下来的东西 我们要继承发扬下去 不能在我们这带断了 现在人 工作生活都很忙 能到我这学的人 只要能坚持下来 我会毫无保留地教下去 正因为 有了像观师傅这样的人 我们祖国的无数文化 才得以心不相传 每周日 他都会到天坛教权 这已经成了他生活当中 必不可少的活动 在我们北京传统这个 流传这个 大卦掌 他的弟子很多 主要有这个 这个 其他文派 这 有 他的学生 有这个 隐符代表 隐派 有这个 有这个 陈 也就是陈廷华代表的 陈派 有这个 梁振 代表的 梁派 还有这个 樊志勇 老先生代表的 樊志把握 比如说 隐派上的 以牛舍掌握 而奉 而奉 划 这个 牛舍 冷潭脆宽 哎 这个 成派掌握 又以这个 农姓掌握 乌志各分 这个 齐行四沟 历史道指 如果想起 所谓 一些风格不一样 至于什么良派啊 这个 反派啊 这些掌 啊 流传的也都是 一些 哎 这个 表现形式有所区别 但是整体的 啊 这个 八卦掌的运转 八卦掌的特点 都是一样 除了拳脚 器械 也是八卦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武术器械是手脚的延长 兵器要有拳脚功夫的配合工坊 拳脚功夫发挥的好 也帮助兵器的发挥 有了拳脚的功夫基础之后 练习兵器 九十倍功半 经过几代八卦掌人的不断满山 八卦掌器械套路 已尽排中 其中 八卦大墙 纯阳剑 八卦群蓝岛 自五缘养岳 风火轮 冰行针等 都无惧特色 我大约是在1977年78年的样子 我开始练习报告掌 到现在是2012年了 已经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多年之中 在一开始的十年之内 尤其是一开始八年之内 在那时候我都是以学习为主 然后再后来 然后我让我的就以教人为主 那时候我教人 从来都是义务教权 我能把报告掌把全种给继承下来 再传播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目的 能把优势的全种武术 给接下来传下去 这是最好的 跟随关心师傅学习的例子 不仅要学习全脚器械 还要掌握积极训练 积极是无数的能治 在任何队中 计划 以自己房子 要掌握积极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防护 然后躲伞上步打击 使得很好 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拔挂的转环脚 拔挂的转环脚是由扁踩和横踹组成 头一个点踩 如果踩到了 对方没有防守的时候 那么就踩一根斗 你没有防守 现在这踩 他会踩一根斗 如果说 如果说 对方进行了防护 进行了防护 这时候 他会出现转环脚 他的腿会加上很多 这是八卦的 这个鸡鸡的方法 有一些呢 练传统武术的 为什么上不去散打擂台 就是由于实战太少 他纯粹光学了这个套路以后 在套路上确实下功夫 但是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 如果学习了理论 学习了简单的一些套路 没有把它用到实战上去 实践上当中去 那是差别很大的 学完武术套路以后 必须在学完武术套路的基础上 再进行单操 拆开楼 而且有 对练的项目 有面对面的开始 要互相的 卫手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不要卫了 就要进入到实战了 就是在对方 努力的反抗你 双方甚至于进入 生死搏斗的时候 你要用上 把武术的这些东西用上 首先练传统武术的时候 有一些 这个人呢 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带有一部分养生的东西 但是真正的 老辈的传统武术 那是实战的 那是寂寂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要出去 比如说 保镖也好 碰上了强盗 那是要生死搏斗的 所以他不那么下功夫的练 不那么老跟实战结合 那么他真正要的 用到实战上的时候 就是画家了 提起八卦掌 不能不说 河北文安 争应了那句古话 自古烟照多豪杰 正是这片古老的土地 孕育出了很多武林豪杰 也造就了一代 八卦掌宗室 东海川 目前 八卦掌 已经被国家批准为 肥物质文化遗产 在河北文安县 有一座 众人皆知的武校 这所武校 是由八卦掌 肥物质文化 主要传承人 八卦掌 第五代传人 任文筑先生创办的 我们文筑武校 建校十一年来 为国家 输送了很多的优秀人才 向北京体育大学 天津体育大学 输送了十一名体育大学生 我们八卦掌 已经被国家命名为 肥物质文化遗产 要向全国 全世界 要发扬 我们要继承 发扬 这优秀传统 这个全种 这个我们呢 是继承了 这个八卦掌 这个优秀 全种 这个 我们南线 练八卦掌 很多 当然还有其他的全种 但是练八卦掌 这个全种的 比较更多一些 我们这个武校 也开设了其他的校 但是围住的 是以八卦掌围住 练习八卦掌 现在我们学校呢 是两百多学生 这两百多学生呢 都练八卦掌 都会八卦掌呀 一阴一阳之味道 知乎万物 而道际天下 在天成响 在地成行 变化建议 事故 刚柔相抹 八卦相当 百家争鸣的 无数时代 已经过去 现在 再也感受不到 雍正建峡图中 排啸风声 快以恩仇的 武林生活 现在 我们只能从 文学作品中 领略 那世人区的江湖 气如风 落如剑 追风感月 还显满 当年的武林高手 豪杰一世 在祖国的河山上 谱写出一步步 豪情感世 以过云听的 众力事片 现实与文艺作品之间的 区别在于 它更加朴实 更贴近于生活 八卦掌 作为我国优秀的权种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发挥着保家卫国 强身健体的功效 时至今日 它早已走出国门 让全世界的人们 分享它所带来的好处 中华文明 也会随着它的传播 深深影响着 全世界的人们